美国与印度外长及防长 星期二10月27日 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三次2加2会谈 两国四位部长在会谈开场白当中 强调美印密切合作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 印度国防部长申格率先发言 他说四位部长正在是一个非同尋常的时候会面 声称印度在北部边界遇到胆大妄围的侵略行为的挑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开场白当中直接了当地指出 这次2加2会谈的主题就是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 文贵博表示他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很多议题 从合作击败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楼行 到抗击中国共产党对安全与合自由的威胁 还要讨论推进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 美国和印度防务合作框架已续立了15年 这种伙伴关系使得两国能更好应对地区和全球的安全挑战 他期待在今日会谈中讨论如何推进防务合作重点项目 包括增强情报共享以外两军后勤行动的商务支持 在四位部长二家议会谈前 两国外长及两国防长已分别举行的会谈 埃斯帕和新格在星期一的会谈中 达成美印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包括美国和印度分享地理空间的情报 印度局防部表示 此情报分享将提高印度军队的导弹 以及自动化武器系统的打击精准度 之前,美国和印度外长与日本 以及澳大利亚外长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合作框架下的会谈 集中讨论如何在安全问题上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以及在经济上如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北京一直批评 美国试图在亚洲用四方机制压制中国的发展 新型的发展 北京一直批评 既流了 北京一直批评 离一切 这一集 我一直在用担心 我一直在用天 开授 这一集 我一直在用内